緬甸長期以來的民主運動領導人昂山素姬正式宣誓成為緬甸議會議員 昂山素姬過去20年來大部分時間都在軟禁中度過 這是他20多年來第一次出任公職 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結束了本來可能擾亂緬甸政治改革進程的抵制議會行動 星期三宣誓就職緬甸議會下議院的議員 這位現年66歲的反對派領導人一個星期多以來 和他所屬的全國民主聯盟拒絕宣誓 因為誓詞要求他們捍衛憲法 這部憲法是緬甸前軍人統治獨裁者所制定的 但是全國民主聯盟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同意宣誓 也同時表示一定要通過立法行動推動修憲 昂山素姬在宣誓之後說 他與緬甸軍方議員一同參加議會會議 他對此不會感到不安 目前緬甸議會相當一部分議員都是軍人 但是昂山素姬說 他希望看到緬甸立法機構變得更加民主